Hello, 欢迎大家收看什么唐水泡 相信大家一眼就看得出 我身体里面这一条就是著名的石板街 其实它的名字不是叫做石板街 如果要证明的话 它应该叫做布甸榨街 没错了 就是以香港第一任的港督布甸榨来命名 不过是很多年之后的事 叫着叫着, 这些人都叫做石板街 因为它很清楚在地上是一块的麻石铺砌而成的 别以为就这样铺一条街道 它在建筑学上面是很有智慧的 两边你留意, 它是沿两边下垂下去 有点拱起的 而两边这里就有一条坑 可以排除雨水 当下雨的时候, 雨水一直淋 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的梯级 就将雨水排走 而且那时候的年代 人们会用山兜 或者挑着货物 上山那里叫卖 或者做交通工具 那这些一高一低的梯级 就方便那些脚枯和脚枯去做事了 你说这个设计是否很正呢 所以, 亦都被现在香港政府 列入法定估计 法定估计 多数用建筑 或者一个位置 很少用一条街做法定估计 这条街坑称是香港最有特色的街道 其实这条这么古旧的街道 只不然令我想起我小时候 还是很旧的香港 那时候六七十年代 就算我夜晚睡不着 的时候, 半夜十二点过后 就不其然会有一股 臭的味道在街上涌上来 我不知道上一年多的观众 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都上了一年多了 我当然有了 那时候一个年轻 这些就是著名的倒夜香 什么叫倒夜香呢? 就是米田供 如果年轻的朋友不知道什么叫米田供 你把三个字写在一起 然后你去Google 你就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了 倒夜香这个行业 在六七十五代仍是有的 在旧区那里仍是很盛行 因为那些战前的旧楼 是不会有抽水马桶这件事的 所以, 个个都要用谈冠去愚痴 然后就把排泄物倒入一个桶 晚上就把桶放到楼梯口 那些倒夜香工人就半夜来收集 香港是曾经发展过倒夜香事业的 不只是收集那么简单 夜香有价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夜香集结在一起 然后用科船运出浮 去到马来西亚、南洋等地 原来用来租分废 哇 香港人多夜香多到可以出货来做分废 真的听都没听过 来到石板街 当然要细心 细味欣赏石板的历史 不过, 还有一个石板街的名物 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金属 现在跌的, 很厚的 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哦, 无端端在街的中间 有一棵烟通 烟通不是小的, 而且这么大一棵 难道下面有什么地下工厂? 其实, 自从1894年 香港太平山街 发生了鼠疫 到处超过二千人死亡之后 香港政府就大肆整顿卫生 那些卫生的官员就觉得 哇, 原来在华人居住的地方 很凄逼之余 原来都是未必每一间屋都有罕刺 他们又习惯了在户外大小便 造成了对卫生一个很大的致要 于是就开始立立, 要兴建工厂 这棵烟通其实就是石板街下面 一个工厂的通风系统 就在这个通气的所谓的烟通对出 不是很远的 这里有一个大块的铁板 上面铺了一些很陈旧的石址 你看到里面都是铁板 其实它以前这里是玻璃 是为下面的地下厕所做采光的 大家猜都猜到我这一集 肯定是跟大家讲香港厕所的历史 根据一个统计 香港政府由1901年很久的世纪 至1940年左右 总共设立了有16公厕 整个香港这么多地方 其中有6座是地下公厕 全部都是在中上环这一带 包括这一座耿泉 还在运作的地下公厕 就是介乎威廉顿街 皇后大道这一道 还可以下去 也是全香港其中一个最干净的公厕 大家都可能会想 为何公厕一定要建在地下 不是在地面 其实这个就是根据当时的英国的习惯和规矩 英国和香港 即我说伦敦和香港都一样 都是很挤壁的环境 在地面有用的地方 要是做交通配套 做行人路 這個馬桶才叫做公廁,有秋水馬桶很久了,是十六世紀的時候 由一個皇室成員發明,這個就是十六世紀皇室裡面 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的契仔哈林頓公爵發明的 那時候的刺繞就厲害了,兩尺深用納青、納納、蜜納等等來建成 秋水馬桶的水桶要在兩層樓高上用七加卵的水沖下來 據說這個馬桶一直都是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用的 其他皇室成員是沒有用過的,擺了八年都擺了,這些納納都用了 真正說,第一座公廁是什麼時候呢? 就去到1851年,那時候有一個博覽會在倫敦舉行的 大家很熟悉的叫做海德公園那裡 在這個博覽會裡面就有一個人士參與了 他就叫做George Jennings 他就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座公寺了 不過他改這個公寺的名字是很有趣的 叫做Monkey Closet,即是猴子櫃 他叫做猴子櫃因為裡面很窄,可能人們很逼勁劫 就引來很多人去參觀這個廁所 不過每人進去廁所要試用的話,要給當時的一便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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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除了有一個叫做乾淨的廁所給你用 有一張paper towel,然後有一條毛巾抹手,洗手 有一隻梳,還有一些鞋,那些刷子給你刷一下鞋 那有多少服務,不過全部是self-service 沒有人在廁所幫你了 於是在短短展覽會的期間,引來超過85萬個英國人去光顧 那時候賺了二千多磅,每人給一便士而已 賺了二千多磅,這條數你都不是說不耐用的 往後一年,他就說,不如我把專利賣給你們,你繼續用吧 沒有人騷擾他,於是他就找其他人做拍檔 整年都賺了一千磅 現在這裏叫做原創坊 之前是舊警察宿舍 也是前任特首曾任權小時候的住所 但再說去警察宿舍之前,他的前身就是中央書院 其實我不是想介紹這裏 而是在中央書院的後面這裏 就是1918年的時候,起了一座地下公廁 這裏也是唯一一座附設履次的地下公廁 你會問,剛才說中上環合起來有六個地下公廁 只有這裏才有履次,是不是比較不公平 的確是好像不公平 而且附設履次的地下公廁 不是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有履次的設施 為何會有這個不公平的現象 事然我剛才也說了,1901年的時候就開始在中上環有公廁 那時候人口統計,男和女的比例是相差很遠的 差不多四倍多有多,佔是男士,其餘的才是女士 而且那時候是剛剛踏入二十世紀初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真的是男主外,女主外的社會 出去賺食的,勞苦大眾,全部基本上都是男性 女性都會在家裡 自然不然,男士在外面,公廁這個需求就大增了 當然,隨著戰後一直發展,女廁也是向男士一起看平 這座位於鴨巴甸街和士丹甸街交界的公廁 已經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了,所以得以保留 另外,中上環還有多少座地下公廁剩下呢 全香港第一座的地下公廁就在西邊街 還有另一座就是早前我也介紹過的 雀仔橋下面那個都算是地下公廁的 公廁真是一個令人又愛又怕的地方 愛就當然是人有三級的時候 它可以幫你解到延微之急 怕就是裡面的衛生環境 有時候真的很惡劣到你戴著口罩都幾乎要窒息 有人說,你看一個公廁就反映到那個地方的人民質素是怎樣 你又同不同意呢?老土些都要說一句 喂,男士們這句針對男人的 行前一小步,衛生一大步,老友 我經常都在想,不知道有多少觀眾在廁所洗澡的時候開著什麼什麼糖水泡來聽 或者開著大的時候看什麼什麼糖水泡 怎樣都好,喜歡這一集的話題的話 分享給你的朋友,給我一個Like 我進入會做會員